前一阵子造成轰动的在香港的黄色小鸭 今年中秋节要游进高雄的光荣码头了 好多人已经在期待了 高雄市政府为了抢到黄色小鸭 下了不少的功夫 因为原创者他曾经到德国去留学 好了市政府就赶快派出主修德文的新闻局科长 讲德文去干拌干净啊 还有一个神秘伴手礼 就是准备了五宝春凤梨酥 结果呢人家非常喜欢一口气一个两个三个 吃了四个最后终于成功的抢到了小鸭 而且跟香港的比较起来呢 尺寸还是亚洲最大呢 预计可以带来十亿元的商机 蓝天白云好天气 黄色小鸭创始人霍夫曼一早就到高雄光荣码头 勘察地形 因为今年中秋节黄色小鸭就要游进高雄 霍夫曼笑说高雄真的好热 基隆台中桃源也想抢到小鸭 确定高雄是全球第十五个落脚城市 师傅团队费了不小功夫 首先是拔钢井 因为原创者霍夫曼曾到德国留学 师傅派出主修德文的新闻局科长聊天情感交流 再来关键是神秘伴手礼 五宝春的凤梨酥让霍夫曼一口气连吃三个 加上高雄曾举办2009试运非常国际化 三大绝招抢压成功 五宝春凤梨酥用屏东土凤梨 酸酸甜甜超香的凤梨滋味 早就非常知名 连霍夫曼这个外国艺术家也超感 谢谢他 然后也谢谢市政府 就是请那个这个作者吃这样子 那听到这样子我也很开心 巨大的黄色小鸭在高雄港区悠游 知名霸武大楼就在后面 黄色小鸭还没来 网友迫不及待先合成小鸭在高雄的照片 比较香港跟高雄的小鸭 香港五六月展出高雄中秋节进港 高雄地点是在光楼码头 香港是维多利亚港 但高雄的小鸭高18公尺 比香港的16.5高出1.5公尺 直径15公尺也是亚洲最大 香港吸引800万人次 高雄预估也有300万人 还能带来十亿商机 黄色小鸭风靡全球 不过冠军师傅五宝圈的凤梨酥 成功征服原创者霍夫曼 让高雄在国际行销多了一笔光荣记录 黄色小鸭 我们中秋节高雄见 中情据博西哥 默色高雄 高雄报道 保佑 erstmal screening 这